花莲城隍庙在民俗节日鬼门关之前完成了普渡仪式 也把集中物资转赠给花莲市公所 希望可以再转赠给有需要的社福机构或者是弱势家庭 市长温家贤代为接受这一批物资 也致证感谢状给管委会 他也表示说这一批物资会存入花莲市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普渡的物资可以发挥二次功德 市长温家贤协同了市劳客人员前往城隍庙 代表市公所接受了一批物资 城隍庙管委会的主委孙培远表示 在多位领长建议之下 建议把普渡品透过市公所的工艺平台转赠出去 要发挥二次功德 市长温家贤也代表市公所 向城隍庙管委会和信众大德表达了感谢 那今天谢谢我们花莲城隍庙 那特别在普渡之后 有一些普渡的一些用品和供品的部分 捐赠给花莲市公所食物银行 那我们有生食跟熟食 还有白米的部分 那未来也会充裕到食物银行 未来给民众 需要的民众的部分 可以有更多样的一个选择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我们城隍庙 还有所谓的信众大德 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 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 都能够第一时间接受到这样的物资 所以我们也拜托相关的里长还有里干四 那广为宣传 那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朋友们 也请不要客气 打到花莲市公所的社劳客 来进洽我们社劳客的所有朋友们 我们都会竭尽所能为大家来服务 那如果说有物资有比较多的部分 或是想要来捐赠的部分 也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 来做相关的联系 那我们会全力的来为 所有的需要的乡亲来协助 花莲市公所今年在中原普渡期间 接受的包括城隍庙 福建街福德庙 花莲慈惠堂总堂 无极慈林慈惠堂 天惠堂 承天文化益胜协会 还有北玄宫等捐赠的丰盛物资 市长表示 这些物资都会放入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弱势民众可以前来领取 这一会欢迎市报道